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近日日本发现 疫情跟网络的盛行 减居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减居住也就是 宅在家里至少六个月的人 其中一些人 只是偶尔外出采购 或是活动一下 另外一些人是完全的不出门 也造成双重挑战 也就是他们依赖 80多岁父母生活的问题 在日本政府展开的调查中 超过两成 15到39岁受访者 因为持续工作 人际关系不好 受到疫情影响 而远离了社会活动 长期在家 此外政府也列举 婚姻吸引力减弱 人们将社交转移到网络 现实的生活联系减弱 等等原因 这几年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经历了健康的议题 国际间的流动限制 经济上的动荡 生活作息被限制于改变 渐渐的也可能 面对到人内在 生命的影响 减居住的现象 也许潜藏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同心一起为 疫情后的生活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为世界各地 每一个人的心来祷告 祈求上帝的爱 大大充满我们 让人人磨 沮丧 无奈 放弃的心 再次被你的爱包围 苏醒活络起来 活出上帝你原本创造的美好 有喜乐 有盼望与力量 愿上帝猜派天使 再回心上志 宅在家里 没有外出动力的人身旁 借着身边 人事物的陪伴 引导他们参与 在人群互动及工作上 祈求上帝你感动他们的心 对他们来说话 保守他们的心 不拒绝 不害怕人们的邀请 亲爱的上帝 恳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眼 让他们脱去旧的经验 看见新的可能 不为自己设限 怜悯人的主 愿你的怜悯临到每个地方 止息 安慰 医治 疫情对人们的伤害 主啊 我们要专心仰望你 聆听你的话语 活在你的恩典中 求你保守我 站立在坚固的盘石上 使我的脚站稳妥 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